中国女排1比3赴意大利队。 二胜一赴获得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亚军。 北京时间5月30日,2018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香港战进行了第三轮比赛,中国女排以1-3,18-25,14-25,25-16,18-25。 赴于意大利队,以2胜1负鸡6分获得亚军,意大利队2胜1负鸡7分夺得冠军。 日本队2胜1负鸡5分夺得第三名,阿根廷队三战接铺获得第四名。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为,主攻朱婷、段放、副攻严妮、王源源、二船丁霞、接应攻降雨、自由人王孟杰。 意大利队,意大利队派上埃格努、塞拉、马米诺夫等人出战。 首局中国队进攻受阻,意大利塞拉扣球连续得分,以8-2领先。 中国队顽强的追程11-14,意大利队的强攻和杯飞连续打中,以20比12拉开比分。 中国队换上李盈盈,她上场后进攻有所起色,中国队追程17-22。 此后王孟杰一传失误,塞拉强攻得分,意大利25-18先胜一局。 第二局中国队用姚迪出任二船,朱婷和李盈盈出任主攻,副攻换上胡明元,杨芳旭出任接应。 双方战成七平,此后朱婷进攻被拦,埃格努和塞拉强攻打中,意大利队以16-11领先。 此后中国队频频换人,但一传,进攻连续失误,意大利队以25-14再胜一局。 第三局。 第三局朱婷搭档刘晓彤出任主攻,意大利队以5-3领先,杨芳旭连续进攻得分,以9-6反超。 此后朱婷反击得分,中国队以11-6领先。 此后杨芳旭轻打得分,波塞蒂扣球出戒,中国队以18-12领先。 随后意大利队失误不断,胡明元悲飞打中,刘晓彤直线进攻得手,中国队以25-16领回一局。 第四局。 第四局意大利队以10-8领先,杨芳旭进攻连续被拦,埃格鲁调发得分,意大利队以14-9领先。 此后意大利队打得顺手,埃格鲁和塞拉强攻得分,埃格鲁调发得分,意大利队以24-17领先,并以25-18取胜。 第四局至连续被担放. 2号宣布